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节有问必答 我是曾小瑜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事况 上证指数升59点 报3665点 深证城指升171点 报12791点 护心300升72点 报3836点 行指方面暂时报22396点 升385点 国企指数10189点 升210点 大市成交236亿 这支嘉宾请来Anno 跟我们一起解答家庭观众的股票问题 Anno 你好 事不宜迟 一起接听第一个家庭观众的电话由马小姐 马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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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什么股票问题 我问一下 一是39年 一是981 没问题 39年 是 390有没有货在售的 没有货的 是 是 是否说完981 可以可以可以 再说都可以 继续说都可以 是 39年 39年我就没有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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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 我就有货 很多年了 是 1元 买的 是 我想知道 会不会去到 那个价位 再回家鄉 是 今次最尽去到多少 好 逐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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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首先 390有只中国中铁 暂时做6.77 暂时的升幅是 4% 马小姐就没有货 在什么价位可以投资一下呢 你说中国中铁这些位置 是否去追 我觉得可以的 其实之前股价跌了不少 去到这些位置的股值 我都觉得是吸引的 是 其实如果大行的看法上面 就对股份或者是中国中铁 铁路这个板块上面 看法是比较审慎的 很多说法都是说到 未来来说 就算有政策负持也好 新订单或者整体现代的合约等等的表现 都未必会有很强劲的表现 始终中国现阶段面对着 很多基建项目股头的表现 都在增长不断放缓 但是 其实中国中铁手头上的订单非常充裕 我认为未来特别踏入13.5的规划当中 除了13.5的规划当中之外 在这个期间当中 一带一路都会仍然有相关的政策出来 始终这些相关政策 都会有利股价表现 我觉得跌到这些位置的时候 都值得中线去持有 不过短炒角度上看 就未必会有太大的利润空间 所以我觉得最好都保持着 一个中线的投资心态 从技术走势上看 股价之前跌下跌至至6.5的位置 找到一个初步的支持 我想短期后市来说 只要把指示位置设定在近三个月的低位 6.4的位置 这些位置买入 承担的风险有限 所以我建议 6.7的位置就可以追入 把指示位置设定在6.4 短线来说 第一个阻力位 7元这些阻力 看看能否突破7元这些阻力 但如果能够突破7元这些阻力 未必那么容易 但如果能够突破7元这些位置 中线角度上看 我觉得股价都可以有条件 再看大约是10月份这个高位 看7.8的这些水平 好 第二个股份 就是981中心国际 暂时做8毫三指 马小姐是1元有货 应该怎样部署呢 要回到1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 但是近期来说 他们出现最新的业绩之后 整体现了 市场对他们的看法 都看得比较正面 其实在说公司 本身从事一些IC卡 即是一些原证等等的业务 基本上这些业务 本身是受国策扶持的 但是你看看产能过程的问题 整个行业都有这些 相关的负面因素在 但它作为龙头 今次最新的季度业绩 都反映得表现良好 所以短期来说 股仍仍有机会再向上冲 不过要回到1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 但是暂时来说 那 Alan上升势头都是不错 有条件右握着 立方在这些时间 待 congratulation 留意10天线 10天线上升 短期来说很快会涨到8毫市 只要不改的这些时间 暂时也有条件走了 後市而言 股价可以先 olviden Tambfly 先考虑这个股指出里场 好 马小姐还没有股票问题? 沒有了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 另外有第二位家庭觀眾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麻煩不好意思 我又是問992 好 沒問題 又是7.5走了 7元沒有買回 現在升了8.5多 我不知道應該100元才買回 還是它反彈完了 不要再買 還是7元 7.2 7元 還是我也不知道是誰去買 992有隻聯想集團 暫時正在做8.63元 今天的升幅是約4% 李小姐想問 現在這個價位 還應不應該投資一下 聯想 其實基本因素 或者未來炒作空間 我覺得真的不大 特別是說市場 他們公佈了最新的業績 業績上的確反映情況是不錯的 雖然虧損 但最主要都是一次性重組等等的相關因素 再看回未來的焦點 都看回一些手機的業務上面 未來的手機業務上面 其實面對著挑戰比較多 特別在內地市場上 手機的競爭又非常之大 所以未來來說 會不會有個很強勁的表現 這方面有個保留在 但聯想本身公司的營運能力 或者公司管理層那方面 收購完品牌之後重組 那方面的能力 的確是有條件是高一線的 所以後市來說 我都未必會看得太悲觀 再試一些更加低的水平 我覺得未必 但這些位置再高追 就真的不是太建議 因為你重回整個技術 走到上面看 現階段 我相信9元這些位置 會有個比較大的阻力位在 短期來說要突破9元這些阻力位 就未必那麼容易 所以這些位置 我就不會建議高追著 因為擔心股價 升多一點點 但接近9元這些位置 會掉頭向下 我覺得如果你要去買 第一個吸納水平 我覺得可以落到8元這些位置 才考慮去買入 就以7元這些位置 作為止蝕位 後市來說 如果突破9元這些位置 中線目標 先看看10元這些水平 李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 我想問939和386 應該哪些位置買 有些叫5元 有些叫5.2元 我也不知道哪個位置買 好啊 386又4.7買 好啊 即364.7是有的 不是啊 我5.5元走了 7元多買 我輸了3000元 我想買回去 不知道哪個位置買 好啊 一隻一隻來了 939有隻健康 暫時做5.5 辛苦埋近3% 那兩隻應該在哪個價位置可以部署一下呢 中石化或者健康 內銀股或者這些石油股 兩隻的基本因素本身是偏弱的 我想我們看看 石油股油價近期來說 表現上面 都是說可能發貨在40元 在美國內銀股 在每桶40元至50元區間 我覺得未來來說 油價未必會再有太大的變動在 所以中石化 你說炒上了 在4.6至5元這些位置 炒上了是可以 不過我覺得利用空間 就真的不是太大 那況且石油行業 我覺得這一兩年來講 看法都是比較審慎的 所以我覺得 再去博中石化 我不是太建議 因為未來要展開一個 比較明顯的升浪 就相對比較困難 但是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 建行 我自己的看法 就會看得比較樂觀些些 內銀股的情況 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我覺得5元這些位置 都有一個良好的支持力度 如果未來來說 有更加多放水 或者相關利好經濟的消息 股價仍然有個不錯的發財空間 建行 我覺得5.3這些位置 可以考慮去買入 5.3這些位置 買入就移回5元這些位置 作為止洩位 後市第一個目標 我自己會先看6元這些水平 好啊 今晚李小姐 還有其他股票問題 他說想買多少 如果5.3 我昨天都想買的了 5.3這些位置買 我覺得短期來說 都未必這麼快見到 至於你說目標 暫時來說 我先會看回6元這些水平 好啊 多謝李小姐你的電話 跟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市況 上政指數升70點 深政城指升199點 湖深300升86點 另外恆指報22,463點 升453點 另外收到一個電郵 就是問 宏安集團1222和1777 花樣年控股 二選一應該會選哪隻呢 1222和1777 1222暫時正在做1號02 今天的升幅挨近1% 1777的花樣年控股 報9號1先 升幅超過1% 二選一應該選哪隻呢 其實正在說兩隻 特別是花樣年 一些細型的內房股 我自己的看法都看得比較審神 因為始終在說內房股 現階段都會有相關利好消息 包括刺激樓市 可能未來有進一步減息降準的相關消息 可能會有一個幫助 但其實內房股 未來整個內地整個行業 都有很大可能是一些整合、重組等等 所以你說內房股 其實本身兩隻都是同時一些物業發展的 兩隻的規模都不算非常之大 但是在花樣年當中 可能第一方面 會看回他們的資產正值 對NAV折讓方面 即是股價對NAV折讓方面 幅度是大的 但是從短線角度上面看回 的確會有一定的直播空間 技術走勢都表現相對地不錯 所以兩隻選一隻 我可能會選花樣年 但是始終留意 這些細型的內房股 如果跌穿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未來來說 可能會面對著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因為你看回技術走勢 如果穿了50天線9毫指這些位置 可能調整多兩成 甚至試試52走低位 7毫三線這些位置都不足為 所以這些位置買入 要做好的風險管理 9毫指這些位置可以買 建議嚴守8毫五仙這些止洩位 反対目標 暫時說我先看回1元這些位置 好,謝謝你 我詳重的分析 這次時間差不多 先和你進行申報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好,我們先休息一會 謝謝